新臺灣人戴維茲追金盤圖書 舊傷復發 本屆窮四飛只打了上週末 前兩場 剩下的比賽統統爆香 這也代表曾溫定和吳戴豪 這隊席日再新的雙塔 得扛起更多中華隊進去的攻守責任 阿廷和吳戴豪兩位經驗豐富的學長 在本屆球時被連打的賽程 怎麼調配體力 考驗著教練團的運籌帷幄 但更多僑民關心的是八月份的亞洲盃 Q無法暢震的情況之下 阿廷能不能打 假如他仍照原定的計畫 無法接受徵召 大房東又看好哪位學弟 可以頂上空缺呢 還是以母隊為主 大家都有機會 因為畢竟現在 如果我跟Q沒打的話 其實機會這個時間是釋放出來 就大家看 就在訓練上 就大家公平競爭吧 就團隊的角度 戴維茲的經驗 對抗性以及無私承風等等 加算這幾年和中華隊的配合默契 可能都不是某一名本土球員 在短時間可以彌補 中華隊需要的是從團隊做起 特別是防守斷的溝通 這次總教練周俊三 接下來在瓊四輩的磨練重點 相信之後 會有更明確的想法 誰可以代班扛起Q的門神角色 我來提示蕭文昌黃華軍採訪報導 我們在瓊四輩的曙讀 還有小鈴鐺